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请宇田先生来解读一下 最近就是58集团军的前军长 现在的杜马议员放出了一段录音 就是现任的58军的军长波波夫他的一段话 在这段话中波波夫的意思就是说 他就是向上级反应 说我们58集团军扛了乌军一个月 现在就是缺少反炮兵雷达 也缺少炮兵火力 导致现在在炮战的过程中 被乌军杀伤了很多人员 但是他把这个消息向上反应之后 却被俄军的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认为是在要挟 于是就把他给解职了 这个事目前看是真的 这个事能反映什么问题呢 自从瓦格纳那边开始闹了之后 现在就把俄军内部的这种黑暗面 渐渐的就翻出来了 因为俄军他并不像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人民解放军一样 是铁板一块的他其实内部是山头黎密 甚至连雇佣军还有像车程地方武装 这种武装都存在 可是有一点这个第58节团军 可是在俄乌冲突当中他最主力的部队 确实也打过不少硬仗 那么他说的问题确实存在吗 这个保障不利 那个保障不及时 这好像有点令人难以理解 应该说现在俄军各个部队 实际上都是在承受着很大的保障不足的现状 首先就是俄军的转运效率目前看并不高 以至于前一段时间 他的专门负责后勤的国防部副部长 他被解释了 对 当然后来被瓦格纳给挖过去了 但是现在光解释一个官员也没用 他整个后勤体系 在苏联集体二十多年之后 现在看来腐败重生 效率确实非常的低 也就是说这个问题 不是说单单在俄乌冲突当中存在的问题 其实俄军本来就有这个问题 只不是在冲突当中暴露出来了而已 第二个方面 就是乌军也是用他现在得到的这些西方武器 比如说风暴印 军航导弹 还有海马斯火箭弹 一直是重点打击俄军的后勤 对 所以他的后勤运输效率 现在是很成一个问题 再加上前线士兵 连续一个多月的高强度作战 没有得到轮休 现在有抱怨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但是把抱怨 把它给公开化 这个就不正常了 因为这相当于是彻底的就翻脸了 就是要让上级评判 要么是留格拉西莫夫 要么是留我 就是没有退路了 必须要处理了 这个事情可能还不是单独的个例 只不过是爆出来而已 其他方向这些俄军应该说 肯定或多或少都会存在这些问题 所以这个事情爆出之后 确实对俄军的内部团结关系 以及前线俄军和俄军高层之间的关系 又是制造了一个裂痕 所以这个事情看上去是偶然的 但实际上是俄军普遍现象 在难怪俄军在这次作战当中 达到五指拉垮 这和他的内部的腐败保障不利 上下矛盾比较激化都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我们也再说一句 现在他们高层的斗争 其实并没有影响前线的战斗 俄军前线的表现其实还算不错的 在扎波罗热地区 乌军多次进攻 还是被58级给粉碎了 现在乌军也拿他们没办法 所以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个事情 就彻底的看出来俄军的这个战争前途 最好的验断方法 就是看下一阶段的作战当中 58集团军究竟大得怎么样 好 这个话题就聊到这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方文明》里面 下一期再见